就是今天想要跟火焰這邊報告的是 一個埃及單位下的系統開發的計劃 其實食物的浪費跟食物的不足 其實媒體上已經很多人大家都知道了 其實這個計劃裡面是包括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 還有在地的推動的組織 就是一起共同推動 我們希望可以直立發展於SDGS6組 團隊介紹稍微分享一下 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在台灣已經生根了十年之久 在台灣來講也大概已經發展了兩百三百個組織 藝卜來講以食物分享鄰居 我們也建設了一個地圖 這個地圖來講的話 我們目前已經建設了17個遊戲 我們是希望以全球為發展 所以目前全球的點已經有兩千八百多個點 多個局點 那這個在2019年的3月份的時候上限 然後服務配的部分 它是以通路上它不上架的食品為主要銷售 那我們是希望 減少食物的報費 那其實整個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 食品廠商在進口或是製造的時候 它可以以通路上為主 那通路上不收的就幫我們撥開來做銷售 那地圖的部分的話就是 然後 食品廠商就是我們這邊如果在銷售 快到期的時候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聯合會 把它分送給在地的組織 那需要的個人或是 或是NGO或者說像家庭 它就可以透過地圖去查找需要 然後去領取食物 不過它就只有一次性對不對 因為我知道這個據點之後 我之後直接對那個據點就好 對 其實因為這上市 所以其實我們也在思考其他的功能 其實包括最近環保署那邊 也是在發新聞搞了飲水地圖 其實我們也是有奉餐 那整個來講 我們就是希望服務配可以來支持地圖的文言 那地圖也可以來支持一個 就是可以讓消費者 去認同我們的理念 對 所以算是本文就 十五個娘計畫了 那整個安心待用餐的發展計畫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是希望可以透過 諮詢的通明清楚 可以讓使用者去查到說 他有多少的待用 待用數量可以使用 那資源是可以有效的分配 就是有點像資源鋪爾一樣 就是我去做金流的控管 那另外這邊的話就是 金流我們也希望可以回報給捐贈人說 他的錢是怎麼樣是被使用的 然後另外就是資訊的 一個嚴謹的扣文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上到區塊鏈去 讓這個資訊是永久可以被查去 然後不容易被變動的 那另外第五個 就是我們希望透過團隊的公共 包括聯合會 聯合會還有義股 還有在地的組織可以把整個的系統 建置得更完整 那這是我們整個系統的架構圖 就是我們以聯合會為中心 那義股這邊就是提供一個 系統的開發 那不管說今天是店家的申請 或是被營地組 就是在地NGO的申請 還有就是捐贈人 其實他的款線也是進到聯合會區 那需要的人 他可以去跟在地組織去 實名的登記做申請 那申請完之後 當我們系統就會告訴他說 有多少券 他可以做實名的發券 或是發一個點數 然後讓使用者他去店家去做 或者是領取 那領取結束完之後 其實就是這邊系統會做一個 清算清分的功能 那最後把這個整個系統 整個經流的流程 把它上到區塊鏈去 那再回報給捐贈人說 他今天使用的 他今天這筆捐法被使用轉過 所以我的實名申請 我一開始就要同意 我的借筆需求被公開嗎 對不對 你說實名嗎 實名不會公開 不會公開 但是金流的部分會公開 其實我們這邊在討論 是可以給一個輪廓架 就是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概括的人領取 比如說男生女生 那捐款人我如果想匿名 你也容許他匿名嗎 這個系統都可以控制 實名是兩邊的嗎 所以他可以匿名申請 捐款人員匿名捐錢 其實聯合會這邊的想法是 需要實名去做登記 主要是為了資源 不會被重複的申請 理解 但我覺得系統 它是可以做到保護這件事情 那至於捐款人匿名這件事情 應該還算是常見的功能是可做到的 OK 這個清分可以再講清楚一點嗎 清分是什麼意思 就是帳目的清算清分 就是捐款人他捐的一千塊錢 裡面怎麼樣去做金錢的分流 因為其實一個系統要長期的維運下去 我們是不是需要有帳目的進帳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 後面有做介紹 這個是我們目前愛情單用餐上面有的 目前有400多家的店家 那我們目前也還在整理中 然後這是我們目前做的那個 Wide Brand 就是Port Type 可以做到指定店家的捐贈 然後在這邊是不指定店家的捐贈 為什麼是上德學校 這個是虛擬的 但是它確實是有提供愛情單用餐 但我的意思是說這邊就會 任意跳出一個店家名稱還是怎麼樣 技術上面是有的 因為假設我要領單用餐 我會去查說哪邊有單用餐可以 就是你指定店家的部分 那如果不指定店家的話 它只是上德學校房 這五個字不見而已 就是將由這個愛情店 因為你這邊說不指定 不指定就會在系統的第一層 就可以做捐贈 因為你Title寫不指定 裡面還是寫學校房 所以我剛剛有點confused 但是這樣我了解你的意思 上面是有嗎 這個是指定店家 對 因為你下一頁是不指定 你不指定畫面並沒有改 還是上德學校房 我剛剛稍微有點錯了 想說就算不指定還是上德學校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上德學校 這個是 這個理論上上德學校 那個字會消失 OK好 這個是我們想要針對店家去做的APP 那因為店家它可能 它可能不見得會一直點上線 那其實它只要用APP去做記錄 我們可以在它臉上網的時候 把資料回傳回來 那這個畫面目前是虛擬的 因為 其實一開始的設計 跟我們 一開始的規劃 跟我們後來做過 UIUX整個流程的調研之後 可能就是 有做了一些變動 所以 但我們會針對店家去開發裡面 可是我不真的理解 我如果是一個店家的話 為什麼我會需要輸入領用人的貨 這個領用人不是應該是任何人來都可以拿嗎 會券 對對對 就是它不是認券不認認 所以 這個是 這個算是虛擬 就是我們在調研前的版本 OK 所以後來就變成認券不認認 OK 好了解 就會是以這個為主 OK 那我們也會去做金流的分析 對 然後在永續今年的部分來講 我們就希望說捐款的它捐一千塊錢 當我們撥到店家去的時候 店家假設要收一百塊錢 就是有部分的回饋到 包括雙卡部分 跟我們有去經營的財份部分 對 所以可能店家拿到的 或是它假設一個產生一百塊錢 它可能就吸收是八十八塊錢 不過因為它成分也就差不多這樣子 實際上還是有賺一點 其實可能會更低 對啊 所以還好啦 然後再來就是 這是剛剛講的清斷清分的部分 其實我 跟聯合會那邊有聊過工作的分工部分 那其實 其實聯合會它也還蠻樂意在處理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們當初有針對帳戶的部分 有 還沒有很明確地定下來 但有稍微談一下 那 聯合會這邊只有提到說 針對 店家管理這一塊它覺得是相對負責的 所以它是希望說這一塊的人力 不要獨立再拿出來 所以電管跟客宿都你買 然後你們只拿4.5% 其實可能會更少 其實電管跟客宿 其實電管跟客宿 其實我 我覺得這塊我還在跟聯合會討論 對啊 因為它有權利你負責 按照你的這個寫法 所以這個權責是不相當的 我本來期望的是衣服只要做系統開發 哦 那 那 那 你負責工作把全部都寫上去 後來 對 後來聯合會是說這些工作要先我這邊吸收 但是如果 我們是可以有一個 獨立的人去處理這件事情的話 獨立的人來處理這件事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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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客宿跟店家管理它那邊是可以吸收的 對 但我聽說它是 就是越多人來用 它是會線性成長 就你有十倍的人來用 你的客宿成分就是十倍 這個是 沒有辦法用系統自動化掉的部分 對 那所以 我只是要講是說 這個有責務權做不久 有責務權 對 但如果都給他的話 應該就做得久了 當然你如果要做也可以做 只是說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你的系統重點功能裡面 特別是在客宿管理這邊 是不是他那邊應該要移上去 就是說不會變成是好像 事務銀行聯合會來 集合你的客宿管理 但是客宿管理都要你自己做 對 那個情況 要嘛就是全責要相符 你那個功能要移上去 變成依附自己做客宿管理 然後他只是做集合監督而已 就是那個候審的部分 對 那如果會變成是說客宿都是 等於是說 事務銀行聯合會壓著你們去處理 我覺得這樣子似乎有一點 就是 呃 不太相當 就是 那這樣你們的財長 好像應該要拿多一點才對 嗯 今天還在討論 對 因為我覺得客宿會是最重要的 其實這件事情聯合會 他也有特別提到 他有跟我提到說 如果我們接 其實這個案子我們希望後面可以做募資 對 所以像 像他是有提到說 如果 可以有一個人的認定 他是以50萬為基準 就50萬 所以你募資就是每年要募50萬的意思 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我覺得後面可以 想辦法自己自主 要看 那你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募定期定額 就是 定期定額就是等於 我固定每個月 訂購這個服務 就是我每個月固定捐多少 簡單講 就是 就是定期定額嘛 因為定期定額 因為你現在主要的支出 聽起來都是在經常賬 人員薪資 客宿的成本 等等 這些隨著時間只會越來越多 不會越少 那這樣的話 你的捐款如果隨著時間越來越少 因為他一次性捐款可能明年就是有別的梗嘛 也不會跑來追你們 那不如一開始就是說 那你就是定期定額的支持 那我們的客宿啊的人員等等 是依賴大家的定期定額捐款 等等你的定期定額捐款 可以convert成就是餐券 就是因為這是 對你們來講 其實你要的只是 足夠多人固定的來捐這些 就是代用餐 但是你不是很care說 就是它是 全部集中在1月 還是全部集中在12月 因為你只要攤體來講 一年有這麼多的錢就可以了 所以我具體建議是說 可以試試看 有好比上說 我固定就是每個月捐幾餐 的那個方案 那你把這個當作主要的金流 那這樣子的話 你一開始才能夠量說 那你大概會處理多少按量 那這樣的話你去算人員薪資 或者算合宿的時候才不會算錯 那如果一開始就是 可能媒體大幅報道啊 群眾上線啊什麼 看起來很多人有興趣 但實際上就是到後面 大家都不繼續了 那這樣你很容易就是 編織超過需要的這個 support的人力 那最後其實沒有那麼多按理了 謝謝 其實以這個募資方案來講 或者是以系統開發為主 那系統開發其實 短折六年長折 可能是需要行十二個月吧 就專一 所以其實這一塊 短折六個月 六個月 不是六年 對不起 對 我想說 抓我 抓一批 沒有問題 不是故意抓一批 但是我是覺得 因為你第三期財務人員的薪資 我剛剛的point是說 如果你第一期募資 就變成定期定額的話 那其實就是這六個月裡面 我願意定期定額的話 我先用不完整的版本的功能 所以這樣就算最後 這個你系統真的要寫六年 不是故意抓你一批 而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每個月 你的先期支持者 都可以參與這個系統的開發 那就是說 如果我是越先期支持的 那我就越早 用到一個不完整的版本 那我如果覺得功能不怎樣 我要添加 我希望你們來訪談 各種不同的人等等 他只要願意出足夠的成員 那當然願意做 那所以這是比較類似 已經進入重包了 不是只是群魔的這個狀態 重包 對 就是proud sourcing 就是說 你的一些研發 或者是創新的成本 也是讓你的先期支持者來貪腐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固定捐贈這個額 對 比較難達成 為什麼 這是我目前看到 不值得 定期定額這件事情 我看到的都是 金額都比較少 因為這個可能要百萬 百萬 可是百萬如果 一萬個人就每個人一百而已 我沒有那個信心 你沒有那個信心 可以碰到一萬人 OK 如果沒辦法碰到一萬人的話 那你以後你打算經常使用者只有幾百人這樣 其實應該是說木系統 因為還沒有看到實體的系統 像那個鳳茶動不動就一萬人了 使用者嗎 就那個Circuit Plus 他們不是幾千了嗎 已經快要上萬了 他們是使用者 對啊 但實際要拿錢出來的 對啊 但這是極小了吧 好比像說五十塊 我不知道你們一餐到底平均多少 五十還是一百 這是看定區 OK 假設一百好了 假設一百好了 對啊 那我一個月捐一餐出來 就是一個月一百塊 我不覺得那麼難說服人 一餐一百塊 一餐一萬人 對啊 對啊 沒有我不是說你不能做就是一般的一次性模式 我只是說 如果最後不到一萬人來用 那那你為什麼你要用取快樂利 沒有沒有請繼續 不是 對 嗯 捐贈的人跟實際零用的人 其實它是兩種 對 兩種人 我理解 但是我這邊 還是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想像中是很少數 然後比上一百人 但是他們捐的錢比較大 一萬兩萬 然後他就可以讓更多人用 一千兩千 然後把系統進出完之後 再透過募資的方式去 獲到愛情單用餐的費用 我還是想不到是這樣 所以你的想像是說 每個月可能一百人各捐個一千 這樣 一次性的 我本來想的是一次性 就是一般募資 就是我本來預期的 一次性募資 然後 如果我今天請對方捐一百塊錢 然後我跟他講說一年之後 這個系統才會上限 但是他捐的一百塊錢是捐殘 並不是捐系統的兼職 我也聽懂啊 對啊 對啊 可是我現在需要一次系統的兼職 但是你可以先把這個錢拿去做系統兼職 就是 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主要差別 就是 對你來講 你是想要把至少前兩期做完 然後再把這個系統正式上限 讓人起用 然後再開始 對 對對對 那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就算這個系統只有你給我demo的這個水準 那我覺得只要他 我們知道最小可行方案嗎 那譬如說你一開始沒有那個資源池 因為你還沒有做好這個分帳的那個功能 那你就真的只能捐某下餃子店 那那種是非常容易寫的東西 因為你沒有後面的別的邏輯嘛 他就是全部都進某一家的餃子店 那但是即使是那個程度 他也是可用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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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一定要這樣 我的意思只是說 這樣子是不是 對我來講 我如果捐一百塊進入系統兼職 我可以很快看到這一百塊派上用場 而不需要等個六個月或一年 嗯 所以他那個就是感受上面 他比較立即滿足啊 嗯 嗯 三個月 收下 對 好 待會去下面看 嗯 好 然後 我們這邊會 做一個感謝牆就是針對 不管是食品廠商或是店 或是NGO或是 或是捐柱子 就我們會有個感謝牆來感謝對方 對方的擴充 嗯 這個牆有什麼用 我可以分享到我的社群媒體的牆面還是怎麼樣 有想欸 但是要看能不能做到這件事 嗯 好 但是我們 因為其實我們的地圖裡面是會希望說大家一起來編輯 就是 人能可編輯的食物和量地圖 就是不會是只有靠我們的力量去進行 對 所以 譬如說有人幫我們做辦業務 或是有幫我們提供一個地點 這些東西我們都是值得被感謝 當然 對 所以我們才想說 對 那像上面的 上面的DigiBot也是 後面我們會也是開發台灣集合地圖 就是用周低收入去看出那個需求點 去疊啦 去套圖 對 對 對 那 我們後面準備好多時間 對 那想請問 鄭惟有 OK 所以這是要給你們35秒還是35分鐘喔 35秒 OK 我想說我要講35分鐘的推薦 我也不知道要講到什麼程度 35秒當然可以啊 真的嗎 太感謝了 那就 改變 對 我們這邊就有CAM 我當然可以就對著鏡頭講一講 其實 想跟你詢問的是說 其實15分兩地圖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一開始在規劃的時候 我們就是比較傾向是 想要走向 國際化社會 就像東南亞其實那邊來講 我覺得台灣不是最缺乏的地方 當然也需要 但是其實像其他東南亞國家可能一向都需要 那這個東西它是需要靠大家的力量去一起清醒的 對那想要問一下說 對於十五分兩地圖的想法 對於十五分兩地圖的想法 這是我捐給其他國家的單陽財 跨境金流 應該是說十五分兩地圖上面的都是 點大部分都是食物銀行 或是說是被營地組織 它可能有在照顧當地的小朋友 那就是當地的 比如說飯店或餐廳 捐給當地的 鄰近的NGO 所以其實它是在地化的 我們今天顯示了 顯示了菲律賓的 可能就是菲律賓的食物銀行 再去做推動 所以你要target是在台灣的菲律賓人 我們一定是 沒有沒有應該說 現在的 我覺得這還是要一個梗 還是說你完全只是賣這套系統 給菲律賓人自己用 其實我們地圖現階段就是 不收費 但是愛心帶用餐是要叫做的 對啊 所以這個愛心帶用餐 你要國際化的概念是說 你要在台灣但是關心國外的人 透過你的這套系統 提供國外的人愛心帶用餐 還是其實不是這樣 是每一個在地館自己在地人 你只是義務提供技術支援還是怎麼樣 希望就是各地都有類似 愛心帶用餐模式出現 我不太確定你是哪一個意思 一個是跨境 一個只有技術分享而已 應該算是服務分享 嗯哼 我知道 服務分享 就是 我沒問題點吧 就是目前我們在 全球其實是有500 有2000多個點 對 那2000多個點 其實它是多餘性的 對 那如果說 有在地的菲律賓人 他想要查台灣的食物銀行 其實他也查得到 他可以去捐食物也是 對 為什麼一個菲律賓人 要來查台灣的食物銀行 那他可能住在台灣 對嘛 所以他是居住在台灣的人 可是如果是住在菲律賓的人 他也可以查菲律賓的食物銀行 對 然後去領取 所以 其實應該說 我自己的想法是 其實像 像 COVID-19 我覺得它是全球化的事情 那 食物銀行現在確實 很明顯的是 現在台灣 領取食物的人 也是想對不對 那其實我自己一直覺得說 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早點準備好 可以多做一點 這是我自己 一開始的想法 所以現在的意思是說 想要問問看 沒有點 想要問問看說 您對這樣 純粹地圖這件事情 跟愛情代表才是分開的 可是純粹地圖這件事情 為什麼他不去用 他不像說 我不知道 開放街圖或什麼 其他的 也是大家都可以編輯的地圖的社群 做這件事 我自己之前的經驗值是 就是 想要找捐食物的地方 是 不容易查不到 OK 純粹就是捐食物 像 像現在是希望說 除了食物銀行可以收食物之外 可能再照顧 小朋友的 被營利組織 他也許他也會願意收食物 那你 就是剛才 後面我們講菲律賓 那是因為你對菲律賓 是要認識的 組織了 對不對 那所以 你有隨便過他們的想法 就是你提供這一套技術 然後他們要回想什麼事 我們在去年 10月16號是世界兩時日 去年我們 地圖這一塊是有在 香港 就亞洲食物銀行年會 在香港 有去做Demo 那其實 回想跟反應是還OK的 那 意思是他們願意幫忙建置 維護這個上面的資料 但資料我覺得我們 初期我覺得我們是有辦法自己做 我舉例來講像 英國的或是美國的 其實我們只要找到 當地的菲律賓 其實我們 因為它本來就是公開資料 我們是讓人當地 OK 所以就像 我昨天才跟一個 John Hopkins 就是做那個COVID-2 就是它還是依靠每一個地方的公開資料 它自己其實不去做什麼類 但是我們會希望說 之後可以編輯成一 把它開放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做編輯 做全線的礦物 讓大家都可以去做編輯 對 這是一開始做地圖的初衷 就是一個維基版科的概念 對 那為什麼不乾脆就用維基版科 或維基資料 或什麼之類的 維基版科的資料 對 因為它就是 如果它是一個當地的事務銀行 還想要維護它的一些基本資料 之類的 從我的角度來看 如果它有一定的規模 那它當然值得 可能有一個維基版科的調查 它可能距離我要三個小時的距離 但可能我透過地圖 我可以找到距離我家可能15分鐘 OK 所以就算規模沒有那麼大 但是離你比較近的 其實我覺得地圖它有一個優勢 是它可以做到資源分配 OK 不會因為某個地方是知名度大 或形象能力強 而資源統統集中在那裡 反而是可以照顧到比較小心的 OK 這個我有聽懂了 了解了 你是希望說 一個比較小心的組織 在這上面能見度 不會弱於那些有能力去找人 經營粉絲專業 經營IG 經營Twitter 等那些比較大的輸贏 就是借盡 然後做到資源的分配 這是一開始的想法 OK 那如果是這個想法的話 那資料輸入還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一開始是透過像聯合會 去收集這些 那現在我如果是在菲律賓的一個 剛成立的小的 等於我要先去找我的 在地的食物銀行總會 讓他知道我的存在 像一個聯絡部這樣 然後再有那個總會的人 有編輯權限 幫忙把這個登錄上去 是不是 我自己一開始想 就跟維基百科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編輯 但會有一個審查者 去確認說他們資料是 但是如果不在當地 我怎麼不知道他是對錯 現在有人突然就是 輸入說蘭嶼有一個 我如果不去蘭嶼 我怎麼知道 所以要有管理者的權限 然後繼續來講 印度有18個地方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審查 一定要有當地的管理者 所以其實我自己認為說 這個系統將來最複雜 就是全面管理 跟語氣 對跟語氣 OK 我覺得可以先找一兩個語言 試試看 一兩個國際語言 試試看 因為就算在台灣本身 也有一些朋友 他是不會中文的 他可能只會用英文 所以至少就是中文跟英文 或者再加一兩個別的語言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不一定要一開始就推到 就是那麼大的一個規模 對 另外還有就是說 在多語氣的情況下 你編輯一個 然後寫了很多說明 之後你要怎麼樣 靠自動翻譯去 讓別的語氣來看到嗎 我們本來的想法是 創那如果翻譯去 就先放過下來 就自動翻譯嘛 那如果說有人翻譯完之後 我們再把資料蓋過去 所以其實這個翻譯功能 也在規劃中 也是有規劃的 就是新增的 修改的 翻譯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審查的功能 然後如果有人 不想要用地圖形式看 而想要用 比方說聊天機器 等等 那現在你就要有 匯出這個資料 匯出 我想的是清單 清單式的 比如說我今天是 某個國家的某個地區 然後清單式的程度 因為其實 比如說台灣 我就不會到桃園那邊去聯繫 因為GPS那邊其實是可以定位出來 然後他可以依照關鍵字去搜尋 然後把它轉成清單式去找他的 比較簡單 這我理解 但我的意思是說 特別像說在有一些地區 好像說 他最常接取網路的方法 不是透過瀏覽器 而是透過LINE的對話機器人 那這個時候 有一個LINE的對話機器人的 或WhatsApp或隨便 的開發者 他想要運用你這個網站上面 理論上大家都可以編輯的資料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跟他講 就是說你寫一個機器人來 把我們講的是怎麼樣 我們想要 就是開發 如果我們的資料量夠的時候 其實可以開發再去做當地的電源 OK 就是資料再釋出 API的資料再釋出去 這件事情 其實也在一開始的規劃 我們就有在思考 所以說前提是我們 我覺得很重要的 會員管理功能跟 新增修改刪除功能跟審查 其實一旦做出來 資料我們可以確認說 它的正確性是要 開放給當地的人去做運用 這件事情我們是很樂意的 OK 好啊 那我建議這個也要先講 就是 你在編輯或者跟我寫一筆資料的時候 那個資料本身是 會不會要CC0完全拋棄到著作權 還是用什麼別的CC授權 這個可能就要先講好 不然的話 當它在別的語氣被自動翻譯 被運用被怎麼樣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 一開始建議會的人說 我沒有同意讓它那樣用 等等 那你們的客訴層面又增加了 我剛剛問的每個角度 其實不是在挑剔你 是在試著減少你們的糾紛 我覺得是好的 對 因為我本來也是希望說 透過不少的角度 來給我們一些提醒 跟簡易說怎麼樣做 對 所以就是說 這個介面的前端 的客製化的程度 好比說你的授權的開放程度 你的資料當 你的資料有些是別人填的時候 那個人要同意的一些 就是CC授權到底是哪一種 等等 那這些我覺得都要先寫好 那先寫好之後 未來才不會去證明 你知道嗎 就是在登錄的時候 要有更多同意的那些 對對對對 要充分告知 因為像CC授權 或一些開放原本授權 它本來就是國際型的 所以它到任何管轄領域都是 適用 你如果自己發明 就是一個授權條款 那說不定只有我們的髮系才有用 對 那在其他的說不定 對對就很困難 那CC授權是國際化的 所以這也可以考慮 對 好 謝謝 然後 安靜山用唱 剛在談的時候 就剛有 就有回合了 那 有其他給我們的建議 我還是覺得 越早 讓你的使用者 能夠參與 那個最小可行方 那越好 因為你講了很多 就是包含什麼區塊鏈 它自主去驗證 可是大部分的貢獻者 它有沒有能力 去以太方上面 看 對 插資料 你是每一筆都要付一個Ether Scan 的位置還是怎麼樣 這個可能還是 就是說 對大部分人來講 就是說 就算 只有你發的評證 大家如果是你的目次的對象 還有提前給你的話 它基本上已經相信你了 不太需要再變出一個區塊鏈 去取得它的信任 區塊鏈特別是在 比方說跨國 我們見不到面的時候 那或許有一些幫助 就是你有多個互相不太信任 但是又要一起協入一些資料 的時候 它確實有一些好像 分散式集合啦 那樣的功能 但是在 就是大家都已經認識彼此 或至少我都已經 願意給你一些群眾募資的錢 的時候 你的網站上怎麼寫 跟區塊鏈怎麼寫 就是 就算不一樣 那然後呢 我要告訴你 還是怎麼樣 就是 就是區塊鏈到底 扮演什麼作用 就可能要想一想 我想分享一下說 其實 就 之前在跟聯合會談分工的時候 一直想把 主要的工作都放在 聯合會的原因是 其實我覺得 這個IT代用餐的功能 是可固執 是 如果我們有 能力在 找到一個 可信任的 NGO的時候 其實它那邊去接受 因為金流跟管理通通 都是他們那邊接收 那其實我們就提供一個系統 但它是可固的 但是它如果要加功能 它要付你們錢嗎 就怎麼樣 還沒想到那麼多 但是這個可能 還是要行 對 可能不能不想 就是 有一個模式是說 你用 還有一個授權叫 AGPL 就是說它可以自己加功能 但是它加的功能 也必須分享給所有其他人 那這個是最不容易有爭議的 這個情況 那或者是說 沒有它就是 你的開發模式裡面 就是它要付你錢 才能加行功能 那這也是一種做法 確實是如此 不過應該是說 它每一個國家 或每個地域 它都會有在地化的功能 對啊 就不一定是使用全部 嗯 對但我的意思是說 它比如說 你系統上昏食蘇食 那立刻就會有人說 那gluten free 或者是 不知道欸 就是 親真認真 或者是 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隨便想 就可以想出 非常多需要加的部分 好 對那 而且對某些 特定的 好嗎 總教信仰的人來講 可能真的婚宿 不是他最care的事情 對 那這個時候 是他可以自己改 他改了要貢獻回來 他可以自己改 而且還不用貢獻回來 還是他付你錢 你幫他改 這個系統統 都在我們所有上嗎 是 所以 還是為我們這些 衝突 但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現在想要 想要加功能 那是 他複製一份你的系統 跑到他們自己的 server 上跑嗎 對嗎 你是SaaS 所以還是你們家嗎 那所以那就會變成是說 我如果有十個不同的分支 每個都要不同的功能 而且別人的他們也不要 你要維護十個版本 對 那就會變成有些功能是 相衝突也就可能不是 那這個時候 你到底要花多少時間去維護 你以前加過的功能 而且還有在用的那個版本 因為我知道你們是SaaS 就是都是在你們的 server 上跑 但是這種 multi-tenant 就是有多疏忽的情況 絕大部分的成本 還是在客戶服務 所以如果你的每一個 就是地區的分支 你的功能 你剛剛都說 就是聽起來 就是非常很棒 就是說 他只要講說我們就家 但是別人不一定要啊 那你如果一個要 一個不要 你兩個版本都維護 很快你的開放運 就不夠用了 就會變維運人力 其實我的想法是說 因為對方 其實同樣的 我們這邊也會收一個 博物費 對 那只是說這個博物費 夠不夠cover 這個系統的維運 跟開放 這個後 我們先把台灣 把台灣處理好 這也是我們後面的想法 對 你如果先只跟台灣 使用銀行聯合會的話 確實你就比較不需要 處理剛剛講的 就是多版本的那個問題 就大家先合作版 一個版本開放好就好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 他當然會要管協會嘛 然後 那你的負責工作是店家管理 但是你要寫店家管理的 介面給事物銀行聯合會 這些都是必要的 那但是我剛剛主要提醒的 還是就是客訴的那個流程 可能要想清楚一點 原則上還是要進到當地組織 嗯 OK 才會可固執的 嗯 那這個就是你們要繼續談的啦 50萬木造就沒有問題了 是這樣子 OK 好 對 就剛剛提到的影片 嗯 好啊好啊我就講個35秒 沒有問題啊 可以請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我們做這個過程中 其實這個地圖是在 口罩地圖之前就有這個東西 那我一直提到 然後說 現在大家會開始熟悉到 是要用地圖去搜尋相關的資料 可是之前有去參加過一些 政府單位的 對 例如那些基金 那個 獎益金的支持 但是都是被 看不好的專門 這樣 那不曉得說 證管您這個對我們的看法 有什麼樣的嗎 獎益金你說講住還補助 講住 這兩個應該都不太 結果都不太 OK 對 那是不是 就您到目前看到的觀點來看 如果用什麼方法 讓我們可以得到 比較多的資源 可能就Circle Plus 風查做什麼 就做什麼 沒有 我覺得風查他們真的蠻厲害的 就是 他們不管是總統被黑客送的pitch 或者是說 就是 其實 本來是減縮的活動 但是最後變成文化活動 的 的那個 就是 觸雷旁通 的那個能力 我真的覺得蠻不錯 就是 因為在台灣 其實完全只靠一項SDG 能夠說服的人是相對有限 是相對少數 那通常大家只要 就是願意花錢 處理等等 都是因為他在裡面 看到一些新鮮感 那所以他同時結合 兩個以上的SDG 然後大家覺得說 原來這件事情 可以同時照顧好幾個價值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梗 因為 17個嘛 你任意這個C17 取三取四 都有非常多組合的可能性 那所以大家就會有種 這個是就是物銀行嗎 我聽過的 的這種反應 而是說 原來還可以這樣子的這種反應 對 就是他會有一個話題性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鳳茶他的營運 收入怎麼來的 嗯 這個可能要問他囉 在我們 我目前看到的是說 他有結合一些在地的 類似小旅行啊 觀光啊 文創啊 商店啊 等等嘛 那所以在就是帶領 就是有吸引萊克嘛 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可能可以跟店家談一些分潤 那就是一部分類似廣告的那個模式啦 就是地區特色的營銷等等的模式 那他也有他自己 branding的 就是那種水壺嘛 就是可以裝 裝水的東西 所以那個又比較接近就是品牌的產品行銷的模式 那但是因為他的這個模式很多元 因為他沒有說只能水啊 確實茶也可以啊 什麼果汁也可以啊 什麼之類 那所以這部分可能又會有就是各種周邊商品的出現 那然後他接下來又會接什麼水質什麼量測啊 什麼之類的 那水質量測那一部分又有那個環保那邊的社群 對那環保署又環保署自己的案子 所以就是說 也就是當當你同時解決四個SDG的時候 你就四個部位資源都可以用 對那那這個是一個我覺得還蠻有創意的一個做法 其實我浪費這個議題大概就環保署 環保署教育部社會局 其實都有在就是都會有相關這樣 對可是像你這個跟教育的關聯就目前比較看不到 教育在推西施 對如果說食物不浪費這個議題的話 其實其實是會有幫助的 但是我們跟社會局跟環保署確實是比較有接觸 謝謝謝謝 這個是我自己一開始的概念就是 嗯 應該說叫最後的願景 嗯 就是七二點跟災難點去做個結合的時候 我們可以 因為其實這個 我也跟退休的外交官有聊過 就以前主管的先生 對那他有跟我提到說 其實當災難發生的時候 其實國外國際組織是進步的 就是一定要透過公司資格或是比較 我知道 對那當這個災難點發生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透過七二點的顯示 我們可以把當地的時候捐證給當地的被你組織 對就是很未來的演講 我聽懂啊 就是等於是一個人道援助的一個新的渠道 對 就是還蠻很希望可以做 對 我覺得非常好 我的 point 只是說 因為你現在是在最早期的部分 那最早期的部分要引發部分 你是群眾牧師也好 或者是剛剛講到的獎勵也好 我覺得拿這個的話 就是會為了這個掏錢的人 可能就已經早就掏過錢了 對 對 對 這塊不會提 對 ok 只是分享一下說 其實他很期望可以做 這個我完全同意 真的很敬佩 但我們現在在講的是說 我35秒要講什麼 好 好 導演篇要開始 你可以講一分鐘 嗯 應該是這張圖吧 還是這張圖 嗯 ok 好 好啊 那就來講 我們就先到這邊 然後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然後我錄35秒給你 那個會是另外一個take 好啊 謝謝 那今天的影片跟 對 你們都可以使用 當然 我們都是用CC秀的群 都沒有這個 助作採產群的問題 謝謝 謝謝 那你這一張我就拍一下 谢谢 謝謝 re